尼珺文帆 華227.TV 搵到了可以嗎? 請igeng Cham,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其實我已經演講過項 werden唱 但是其實每一場演講 我還是都會小小的緊張 為什麼? 因為每次演講 我覺得好像都是 把自己的寢意拖開來 在大家的部份面前 那我今天試的標題很好玩 叫做34歲我的女生看教重來 對 那這件事情要講到我30歲這件事 那我在去年出的一本書叫做 自己才是履重重點 那這是背後的slogan 叫做當你一拜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但是最怕你沒有勇氣走向它 我相信各位你們都有很多想要的夢想 不管是小樓也好 不管是終結也好 對 不管是任何人在座的夢 那很多人都想要去旅行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但是你真的可以走向它嗎 其實我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樣 其實我對這個東西也有非常大的疑問 那為什麼會去旅行這件事情 而且就是轉身原型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原因 對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旅行的時候說 那你為什麼要出來 沒有 我想要出來玩 那你想要 為什麼就是想要來打工度假 我想要體驗生活 每一個人都講的光女昂華 等到那個燈一關下來 我失戀了啦 我跟我老公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還有 我是小孫 我是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在旅行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想要離開的原因 那個原因其實 你也不太清楚 那對我來說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我在30歲之前 我覺得我人生走到了一個很大的地潮 為什麼叫混地潮這件事 我那時候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你的夢想是什麼 18歲 你這是想要幫一個旅行家嗎 一起去嗎 我說 我年輕的時候 我只想要幹嘛 當個貴婦而已啊 對 我只想要找個老公假了 然後我只想要當個女長人 我沒有想要去旅行 我只想要 偶爾去峇里島 就是什麼 SPA一下 按摩一下 可是 當我28歲 幫我朋友問我 我跟他們說 欸 對 就像浩生欸 欸你要不要娶我 類似這樣 他說 等到34歲之後再說 可是你身邊的人都已經慢慢的結婚了 然後做很多的事情 你會覺得 蛤 老娘28歲 到了30歲這件事情 你要我浪費多少年的青春給你 對 然後一人決然 然後就很生氣說 好吧不然我分手好了 對 結果呢 自己講分手 生子竟然還是自己 對 然後在一年的時候 一直都在分手的一個經潮期 然後在工作的部分 也遇到了很大的經潮 當進到任何一個職場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日月期 但是 當你做到東西越來越久 你會發現 自己的才能越來越不足的時候 對 你的熱情沒有辦法再支 支撐你再往前走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想著很多的東西 第一個 你知道嗎 其實離開不是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 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 嫁人 對 女生最簡單的事情 你就把自己嫁出去就好 可是你又想了一件事情 上期這件事情太難了 然後 你要面對那麼多陌生的男生 對 就像你想要找邱彬特這件事情 好 那第二 也還Q了你一下 第二件事情 找另外一份工作 可是你又會覺得 蛤 又換另外一個環境 很困難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決定 好 還好 我還年輕那個時候 30歲 可是在很多人面前已經不年輕 我決定去打股度假 那我決定整身遠行 所以第一次遠行的時間是400天 我到紐西蘭澳洲Working Holiday 後來從新加坡一路當背包客 到了日本這樣子 一共將近400天的時間 那這400天 我第一次你知道嗎 在國外的農地裡面做草莓 早上每一天呢 就是看到像這樣子的一道清晨 早上4點出門 5點看到日出 然後坐著這樣子 拉著草莓車 彎腰 那我曾經是一個百年少女 然後呢 是一個雙白族 可是到現在的時候 已經變成一個什麼 彎腰的一個打工仔 其實我也覺得很不甘心 為什麼我好像到國外當外老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慢慢的去 警示當下的自己 其實我那時候很快樂 對 過了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然後第二禮拜 我就會看草莓說 草莓你好可愛喔 我現在就要吃了你 啊 對 無限制吃草莓多好啊 然後因為我在採草莓的時候 我都會聽耳機 天啊 這種不動腦的工作也太好了吧 對 然後我那時候採了三個月草莓 賺了20萬台幣 對 好 在國外working holiday 其實是可以賺的錢 但是人家賺的錢 是要把錢帶回來台灣 我賺的錢呢 就是全都灑在那個當地 玩到不行 就像剛剛講的 TU PASTO 然後結束了紐西蘭 玩完了整個北島南島 我們又到了澳洲 可是我到澳洲發現 我不想要再打工度假的 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不想再當什麼 打工仔 我就只想要玩樂 對 就像我們工作做到一半 我不想要再工作下去 我就想玩樂 我那時候就告訴了自己 人生如果有一年的歲月 讓你做自己 你現在要去工作還是要去玩 如果給你一年的歲月 我那時候想 當然是玩啊 對啊 沒有什麼討厭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到了澳洲 我就跟他說我不要工作 我要去玩 可是我沒有錢 我怎麼辦 我那時候就用Hitchhide的方式 對 我隨便找一個路人說 欸 有沒有人要開車帶我啊 對 我們那時候就從南澳 一路開到北澳 開了將近四千公里 就為了看到澳洲中間 這一塊大石頭五路路 那看完了一個五路路之後 我回到了台灣 我從了一個巷子裡 變成了一個不去會死的北高客 我覺得我自己 身邊觸感非常多的故事 非常多的心靈 但是我每次只要坐在下面 然後我想要分享給我的朋友 我的親戴朋友 每個人都說 哎呀最近應該要付多少錢喔 最近有這樣多少 其實沒有人在乎你 所以 那時候我也覺得很沮喪 為什麼很沮喪 因為是因為 我對於未來 充滿很多很多的渴望 我想要開一個Hustle 我想要開一個咖啡廳 我想要把你新的東西 告訴很多的人 可是現實告訴你說 拜託你趕快回去工作吧 拜託你已經實現你的夢想了 對 所以你要回到你原本的一個過程中 所以我就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幹嘛 回去工作了 對馬上回去 我回到台灣的兩個禮拜之內 我就抱著我的老闆大腿 老闆我可以回來工作嗎 對我馬上就回去上班 但是當我在上班的過程中 我也沒有辦法停止旅行這件事 因為當你已經找到一個管道 我要讓你知道什麼是你最想要的事情 對我拒絕了去上班這件事情 我拒絕了然後去 就更多錢這件事情 我以前就是想要當一個成功的理想人 我想要就是當一個上出教子的一個好媳婦 但從我旅行回來之後 我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世界 因為我知道不夠 那四百天不夠 那整個轉身不夠 我還想要更遠的現實來了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在面對現實 我也一樣 我需要工作 我需要一份先生 我需要我爸媽 需要看著我 好好的在家裡 往上班 往下班 所以轉身之後 我一樣 就是很勇敢的 我回來只做了一件最勇敢的現實 跟老闆弟弟 嫁男弟的很勇敢 這樣子 老闆下個禮拜我要出去玩 然後禮拜五下班我就出去玩 然後碰到連架我就出去玩 只要有連架機會 我就買得出去玩 可是你知道嗎 一完之後 所以我 這幾年大家看到 不好意思我都在上班 而且我是招酒養我的上班族 然後呢 我還是一直去旅行 旅行到後來 我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在我34歲年內 所以為什麼呢 標題叫做 判標重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一直以為 這樣的生活就很好 可是 有時候你人生會發現一些不同的低潮 這就是你的轉瞬點 那我的轉瞬點就是 我那時候是一個部門的主管 我在切勿同事的離職單 他別聽就自殺了 那剛剛大發在跟我 在跟我講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 心裡有一種激動 因為其實我在帶進一個被陰衣組織 那我身邊的同事也是屬於幾歲歲上的一個心境障礙者 那在受傷之後 過了十幾年 他其實 我們一直以為走出來就好了 對 他已經從 像 對 大牆這樣子走出來 然後有工作 可是其實 很多人還是沒有辦法走去心裡的陰衣 所以在我親人 以及他帶著隔天 他就自殺了 那 我一直很不理解 人為什麼要去死這件事 不是可以走出去嗎 不是可以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嗎 才發現一件事情 時間對你來說是誰 我僅僅覺得 時間在那一年的裡面就是我的夢想 可是在某一個人死掉之後 我發現 時間最大的是 你又沒有辦法能力掌控它 不是你有多少錢 不是你有多少的民生負會 不是你過去做了多少努力 而是你對於未來到底想要做什麼 我告訴我自己 我現在很好 但是不見得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決定 我要把我的人生砍掉重來 我不要再做現在的職業了 我不要再所謂追求 別人想要我的那種穩定的生活 我想要把生存跟生活還給我自己 即使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這當然很多人問我 對伊律師前從那裡來 我都會跟他說存款 對 我還好 我有謹慎的這個存款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我帶著我十萬的存款 我要開始送給我老闆 一個離職的一句話 世界這麼大 我還想要再看他一眼 所以我在看他的那個過程中 我就告訴自己 好去旅行吧 所以我在2015年 然後離職後的半年 我將近一半的時間 我去了沙巴 問來東京這些 那16年我也去了一半的時間 去了北歐南歐印度東南亞 到了去年我去了紐西蘭 今年去了雷美洲 北美洲這些等等 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這時間去的這些地方 那帶來的旅程中 非常多的故事 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一一的說明 但是每一個旅程遇到的人 都像我人生中的導師 他們告訴我 去做吧 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還很年輕 對 尤其像這個65歲的老頭 她從廣州騎車到雲里來 她本來很想要上騎到西藏 65歲 她為了這件事情 準備了兩年 對 那我也去看了極光 然後呢 就是你知道嗎 一定要人生看一下北極光的東西 然後有回到了有些來working hard的地方 去尋找當初的感動 每一個東西都是我想要去做 然後我們就去做 那時候我只堅持這個信念 但是你說做這件事情會有迷惘嗎 會 其實每個過程中 你都會遇到很多的挫折 那我今年做的最大的一個決定 就是帶我爸媽去旅行 那今年帶他們去了馬來西亞問來 然後南韓 接下來我還要帶他們去旅逆 那我覺得在旅程中 你也慢慢知道 什麼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陪伴 最重要的是家人 所以我曾經 是那麼是想要逃離他們 離開他們 甚至是想要遠行 那等我有一個能力的時候 我想要帶著他們一起離世 那我覺得人為什麼要旅行離世 因為我們真的生活 在身體的地方太小了 當你走出去的時候 才會知道世界有多大 还有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存中忘记了梦想跟热情 适时的离开才能找到我们的国家的感受 那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既然那么喜欢旅行 那你为什么不在国外生活 事实上我觉得我最爱的地方还是台湾 那我觉得我跟很多人演讲的过程中 我说年轻人需要给个year 那我相信各位在座都是中年人吗 没有啦大概也就是都是很年轻 但我真的觉得我们也许需要get life 什么叫做get life 就是在你retain的生活中里面 找一段时间给自己放空吧 没有任何人打扰你 没有任何人不要再做很多的事情了 为什么你已经没了吗 好那我觉得我的故事是想要告诉大家是 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困难 当你踏出去做了 真的 牧羊 少年人牧羊 他里面有讲说 一句话叫做 当你真心真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的人都会来实在身面 这三年的旅行 我当然遇到了非常多的挫折 但是我唯一记得 在我脑海里面会留下的是每一个帮助的人 那我相信你们的过程中 也会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你可以选择什么东西要留下来 还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 有分享了 所以事实上你都会有些